在山西省印城市瑞城县 远离闹市的几件窑洞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永乐陶木雕刻代表性传承人李燕君 建起了自己的非遗工作室 几十把大小粗细不一的刻刀 在他手中来回切换 一块木料渐渐变成一把陶木剑 日前走进瑞城县李天木雕文化研究所 一件件巧夺天工的木雕作品陈列于此 永乐陶木雕刻距今有700多年历史 陶木文化源于道教直于民间 所以说在这个民间也有一些流传 就是陶服摘去旧服换新服 在这个雕刻工艺中 我们会采用这个吉祥树子 还有一些吉祥的图腾 1976年出生的李燕君成长在一个木雕世家 受祖父教会十岁习刀客 隐心灵手巧功力早现 从亦三十余年来 他对陶木雕刻情有独钟 多年来前行研究反复琢磨 探究其工艺奥秘 咱们这个陶木雕刻的最早是以陶木剑为主 但是后来咱们演变了很多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摆件 包括一些家庭的装饰 现在还把肥物融化遗产的一些材质 和一些记忆融合起来 就是材质的结合记忆的融合 可以创作出来很多 再结合这个当地的文化特色 可以做出来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 永乐陶木雕刻记忆流程繁多 工序复杂 要求严谨 千百年来 关于陶木的传说可谓丰富多彩 而以陶木为载体雕刻而成的工艺品 也被赋予镇宅 纳服 辟邪等寓意 形成独具特色的陶木文化 带出一批传承人 以及建立陶木雕刻博物馆 是李彦均一直以来的目标 如今瑞城县李天木雕文化研究所 被指定为山西省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 以成功举办多届残疾人木雕实用技术培训班 在传承永乐陶木雕刻记忆的同时 还让残疾人拥有一技之长 我现在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参疾朋友 古人有句话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所以说教他一门赚钱的技术 也是帮助了很多人的就业 下来更多的人 包括咱们这边沿学体验 咱们跟消气联合 这样的话更好的利于非宜的发展 其实非宜不分你的我的他的 都是大家的 大家都有义务把它传承发扬光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